亲友姐妹,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 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至十六节 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至十六节 打开之后由我来诵读 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至十六节 经上如此记载说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拜往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时我们得荣耀的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了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神奥的事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呢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淤灼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经文读弊 今天我要借着新约圣经 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十六节的经文 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基督徒的智慧 在保罗的这一段劝勉当中 让我们看到保罗是如何解释 他在传讲福音过程当中的能力与智慧 在第六节一开始 他说然而 那么这一个词就让我们联想到了前面的一到五节当中 二章的一到五节 或许在当时哥林多教会当中存在很多异端邪说 那么这些传讲异端邪说的人们呢 他们的智慧是委婉 他们的智慧是委婉的 他们的话语也是吸引人的 似乎从表面来讲 这些异端邪说的传讲的方式 传讲他们假福音的方式 比保罗的方式更为吸引人 但是呢 保罗也在前面曾经提到说 我在你们这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我说的话 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当中 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听到一些异端的人们传讲 传讲他们的信息的时候 会觉得你看人家传讲的是非常觉得高深莫测的 觉得非常有智慧的 那保罗呢 本来保罗的外貌 就不是特别的精神 不是特别的信任 再加上保罗在传讲耶稣福音的时候呢 可能也是最直白的 就像保罗说 我传讲福音不是靠着别的 乃是单单向众人宣讲 耶稣并他顶十字架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信息 并不像其他的那些异端邪说一样 把自己的信息搞得非常非常的信任 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 保罗就更深层次的 向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解释了 他为什么要用这样普通的言语 去传讲福音 那么同样 在这种简单而朴素的传讲的话语背后 其实并不像表面所体现出来的那么的简单 其实在背后却蕴含着 从上帝而来的深奥的智慧 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说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也就是说我虽然用非常普通简便的话语来向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传讲上帝的福音 只是耶稣被与他并定十字架 那么其实在完全的人中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在基督徒的里面 在领受上帝拯救之恩的人的里面 也是要讲智慧的 而并不是说我们的信仰就是简单的普通的不行 我们也是讲智慧的 那么这个智慧讲的是什么呢 保罗才真正的开启了福音当中所带给人的智慧 也其实更多的层面当中 像今天的我们宣讲了基督徒的智慧是怎样的 所以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 基督徒的智慧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一个方面就是基督徒的智慧非此事的智慧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当时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之所以认为那些宣讲假福音的那些异端们 他们所宣讲的话语是高深莫测的 他们宣讲的是有智慧的 有逻辑的 是从什么样的状态啊 是从人的理解去给定位的 他们觉得保罗你只是宣讲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所盼望已久的弥赛亚 就是拯救这世界罪人的那位救主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重罪人流了血担当了一切罪孽的刑罚 仅此而已 或许这样的信息并不够吸引人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 在五花八门的这个宣讲当中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中 我们要如何去选择呢 哪一种信息才是真正带给我们生命祝福和平安的信息呢 毫无疑问 对不对 我们只是在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不管那些异端邪说他们的宣讲是如何的添花乱坠 那带给人的都不是真平安 唯有我们听并信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 最终所带给我们的才是永生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里保罗特特的提到说 基督徒所讲的智慧却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他也说到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拜王之人的智慧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讲的基督徒的智慧 一定不是属世的那种智慧 属世的智慧是什么呀 能够揣测人心 对吧 能够以诡诈的心 探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 来面对自己的前路 这不是基督徒的内心 因为上帝不喜悦的正是心怀鬼诈的人 那么基督徒的智慧是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保罗说不是此世的智慧 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当中 就在我们的前面 保罗也提到说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 所以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淤浊的道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正好相反 弟兄姐妹 世上的智慧是要抓住今世 是要得享今世 与永生与未来似乎没有太大的关联 我们仔细去思考是不是这样 世上的智慧就是教我们如何能够把权力握在自己的手里 如何能够更多的获得这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能够让自己才去主动抓住享受这世界一切的美好 这是世上的智慧 对不对 绝对没有一个世人愿意把自己的好处摆放出来 把自己愿而世人看为好的东西 自己去放弃 这是世上的智慧所绝对不可能想到和做到的 但是上帝的智慧却恰恰与此相反 就像保罗所说 神乐意用人当作淤浊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 其实这一点我们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这一个拯救事件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耶稣基督他的得胜是在乎于他的死亡 然而死亡却恰恰是世人认为最失败的事情 也是最无助的事情 对不对 更何况 耶稣基督的死亡为众人所带来的是什么 是救赎 是永生 也就是说是从死到生 从无到有 这是人的智慧所不可能的 弟兄姐妹 也就是说上帝的智慧是要先付出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对基督徒的训导 从来没有说你要去抓 你要去抢 对不对 神爱世人 对不对 神也要每一位基督徒要爱人如己 并且在耶稣基督的训会当中 这一条诫命是所有诫命当中 仅次于爱神的诫命之后的 与此相仿的就是爱人如己 并且我们是要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 所以说这是一个付出 而不是收敛 这是上帝的智慧 这也是基督徒的智慧 所以我们切勿觉得用世上的智慧 和我们今天在圣经当中所学到的训会相比较 如果一个人一直的用世上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相比较的时候 或许最终的结局就是我们永远都寻找不到属灵的智慧 我们更不能体会到属灵的智慧给我们带来的果效究竟是什么 所以按照世上的智慧 我们不可能真正的做到谦卑 因为这个世上就是要彰显自我 要彰显自己的能力 要彰显自己的智慧高过其他人的智慧 我是行的 我是能的 这是世上的智慧 那么如果按照世上的智慧 我们如何才能给自己一个恰当的理由 说服自己的心去谦卑而行呢 对不对 当施洗约翰结束他的事工之后 当耶稣基督开启他事工的时候 这位开路先锋说了什么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弟兄姐妹 其实在那个时候 施洗约翰的影响要远远大过于耶稣基督 以至于说到耶稣那里受洗的人多过约翰的时候 约翰的这些门徒们你说 到他那里所受洗的人比我们这里要更多了 对吧 那么约翰就拆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 你是哪将要到来的人吗 对吧 耶稣告诉他的 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说 你把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和所说的这些话都 道明给约翰 所以约翰就说什么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这是在主里面的智慧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愿意爱人如己 愿意在众人面前谦卑自己的人 这是拥有上帝智慧的人 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正是在这样降悲的过程 才取得了真正的胜利 看似在被定十字架的事件当中 是那些犹太祭司获得了全然的胜利 但是最终谁是得胜者呢 耶稣基督 看似是失败者 看似是软弱者 看似是被遗弃者 但其实真正的得胜者正是我们的主 他用十字架 他用自己的软弱 他用自己的所谓的失败 赢得了全世界的胜利 每一个来到他面前信靠他的人 就胜过死亡的拘禁 胜过罪恶的捆绑 而成为全然自由的人 而成为全然得胜的被称为义人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的智慧不是要让我们高举自己 乃是要让我们谦卑自己 所以世上的智慧是要高举自己 而在上帝的智慧当中 我们是要谦卑自己 所谓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两极的智慧 所以我们切勿在信仰生活当中 让自己按着智慧 世上的智慧去评判 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聪明智慧的 按世上的智慧去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 这都是引我们进入深谷的企图 而真正的就是要让我们单单的去信靠耶稣基督 去按着十字架的道理来谦卑我们自己 来制死我们自己 来隐藏我们自己 而要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被彰显出来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不能用世上的智慧 也就像保罗在劝勉他的这些门徒的时候 默认说你们已经脱离了这世上的小学 对吧 你们已经是脱离了世上小学的人 你们是拥有更高深莫测智慧的人 为什么今天还用小学的这些规条 来将自己束缚起来呢 今天我们是得着圣灵的人 我们是深知上帝智慧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就固然不要再用世上的智慧将自己拘禁起来 这个人比我强了 我就也要做得比他强 显明我是爱主的 弟兄姐妹 这不是爱主的方式 爱主是什么 觉得这个弟兄 这个姊妹 这个同工比我强了 我们为他感恩 我们为他来向神赞美 而我们自己呢 却要谦卑我们自己 要去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努力 谨慎 进而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包括我们自己 都成为讨上帝喜悦的人 这是一个站在同一层面上的想法 而不是彼此对立的 他做得比我好 他更近浅 他一天读十章 那我读十二章 他每个主日都来服事 那我每个主日也来服事 我就是爱主的 这不是基督徒的智慧 弟兄姐妹 基督徒的智慧 是内省的 是要谦卑自己的 是要省察自己里边问题的智慧 如此才是属上帝喜悦的儿女 所以弟兄姐妹 第一个方面 就是基督徒的智慧 非此事的智慧 所以保罗也在经文当中 特别的强调说 这智慧 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是没有一个能够知道的 他们若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 定在十字架上了 保罗的这一句话 是指向了那些 看似有智慧 看似有能力 看似有权柄的圣殿祭司 还有那些比拉多 还有那些定耶稣基督的人 他们看似是有权柄 看似是有智慧的 但其实他们却定死了 真正能够给予自己 祝福和平安的弥赛亚 这叫真智慧吗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看似是卑微的 作为基督徒 对吧 因为我们要忍受 我们要饶恕 看似是卑微的 但其实我们是得胜的 我们是刚强的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 基督徒的饶恕 基督徒的忍让 不是懦弱 反倒是一种内心强大的坚强 从内心的这个角度来讲 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 他们内心的力量 胜过勇士 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和恩典 那么其次 弟兄姐妹 基督徒的智慧也需要的是 依靠圣灵 因为在经文当中 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当中 所提到的是 我们所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第十节也说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 所以我们是追求上帝智慧的人 那么我们也必须是领受上帝的圣灵 才能够明白上帝的事 就像保罗说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而来的灵 叫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话语 话言之世上的事需要世上的智慧 而属神的事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属神的灵的带领和开启 我们用属世的那一套 属世的智慧去看待和查验 属神的事行不通 就像我们刚才说 在世人看来是卑微的是懦弱的 在神的国看来是什么 反倒是荣耀的 是好的无比的 所以我们用世上的智慧去体察神国的事 是绝对行不通的 我们必须要借照属灵的 借照属神的灵 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国的事 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是 弟兄姐妹 灵究竟是什么 我们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把圣灵 没错圣灵是三维一体的第三个位格的神 对吧 他也是一个真神 并且与圣父圣子同尊同荣 那么灵其实更多的指向的是什么 就我们人而言 灵它这个含义很广 也包含着人的性情 也包含着人的态度 也包含着人的意志 这是我们里边的灵 也就是说什么呢 虽然我们要依靠圣灵来查验 来学习上帝的智慧 但首先的是 我们里边的灵 有没有一颗顺服神的性情 我们里边的灵 有没有一个听命 胜过献祭的意志 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 当上帝向人讲话的时候 这个人一定是敬畏上帝的人 对不对 神也有的时候会显出他的神迹和意象 给一些外邦人 那么他们懂不懂呢 不懂 对不对 那么就要借着上帝的仆人 借着先知 来为他们解梦 解明上帝的话语 就像约瑟 对不对 约瑟为着什么 才脱离了牢狱之灾呢 解梦 是不是 那个王 从梦中 看到了一些事情 那么他自己的这个 术士 智慧 智者 都不能给他解明 这些梦 他全国的这些人 都不能够给他 解明 这个梦 但是 神 与 约瑟 同在 约瑟就得着 智慧和能力 为王 解了这个梦 向他诉说 道明了 神的旨意 最终 他脱离了 牢狱之灾 成为了 一国的宰相 所以弟兄姐妹 这就是借着上帝的灵 来明白上帝的事 但是第一步是 约瑟 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对不对 约瑟如果不敬畏上帝 上帝的灵 又如何借着他去做工呢 即便上帝的灵 来到他的面前 约瑟也是什么 也是抵挡的 也是不顺从的 也是不愿意领受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明白上帝的智慧 首先 重要的是 反显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里面 是不是有上帝的灵 我们自己的里面 有没有一颗 愿意接受圣灵的心 我们自己的里面 是不是预备好了自己 成为承载上帝圣灵的器皿呢 这是我们要看到的 保罗在罗马书当中 有这样的一节经文 弟兄姐妹非常熟悉 罗马书八章五节 他说什么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就体贴圣灵的事 弟兄姐妹 我们是属圣灵 我们是属与充满的人 我们的性情就应该是温和的 我们的内心就应该是充满平安和爱意的 一个性情急躁的人 像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不知道 去向哪里 乱抓 有句话叫什么 病急乱投医 各处的抓 各处的去找 去按照自己的智慧去寻 弟兄姐妹 这里面 他能够体察到圣灵的光景吗 这他在他的里面 能够体察到从上帝而来的平安吗 弟兄姐妹 即便耶稣基督就站在他的面前 或许我们只能够看到的 就是耶稣基督洁净的外跑 却不能够看到这位伟大的主 就势力在我们的旁边 所以当我们遇到环境 当我们遇到拦阻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的智慧是什么 平静安稳 因为在他的里面 深深的相信 这位上帝保守和看顾着他 因为在他的里面 有从上帝而来的 永远不枯竭的应许 所带给他的平安 这是他里边的灵 所以我们看到一位圣徒 他永远都不会急急躁躁 非常的狂傲 一位真正敬畏在神的里面 有信心的人 无论他遇到怎么样的一个处境 他的外面总是温文尔雅 平平和和 而不会急躁的狂跳 因为什么 在他的里面有平安 在他的里面有圣灵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首先需要的是 让自己预备好 自己成为承接圣灵的器皿 我们愿意追求吗 我们就当仰望在上帝的面前 而不要一边在寻求圣灵 而一边又看着 世上的这些舍弃不下的东西 我们需要的是 一心一意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去寻求上帝的旨意 如此怎么样 圣灵就处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就进入到如此之洁净的心灵之内 我们也就得着圣灵的能力 不仅仅预备我们自己 也借着圣灵的光照和带领 我们就更多地体察到 何为上帝的智慧 如果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智慧 我们绝不能明白上帝的事情 为什么要让我们爱人呢 为什么要让我们爱那些 抵挡的不可爱的人呢 他明明是有罪的 他明明应当领受刑罚的 但是我们却仍要怀着恩慈的心 去爱他呢 这是属世的智慧 所不能够理解的 然而作为基督的门徒 作为一个真正可慕和敬畏上帝的人 作为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 我们里面是知晓的 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感恩 在我们的里面有悔改 所以我们愿意接受每一个罪人来到我们面前 因为我们曾经也正是他们这样的人 因为我们也正是在他们的这种景况当中 领受了上帝的祝福和拯救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在面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他所提到的是 不要去按照世上的智慧 去体察上帝国的事情 按照世上的智慧 去体察上帝国的事情 永远都体察不到 永远都体察不到 所以保罗就劝勉 他们说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神的事实是什么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是耳朵未曾听见 并且是人心也未曾能够想到的 所以我们只有借着圣灵 才能够领受上帝的事 也正像我们今天说 中国人要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语 对吧 外国人要用他们外国人的话语 我们唯有学会了对方的话语 我们才能够明白对方所表达的意思 同样 弟兄姐妹 今天面对神国的事 我们也要做属灵的人 这个属灵更多的指向的是我们的内心 而不是外在的 这个属灵更多的指向的是 我们里边有重生悔改的灵 而不是指向我们外在的 懂得多少神学知识 懂得记住了多少圣经的事件 所以保罗才说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呢 对吧 只有属人的灵 才能够明白属人的事 那么同样按照这个道理 也同样除了神的灵 也就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 这是二章十一节 所以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那是从神而来的灵 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所以当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福音的时候 那些以世上为智慧的人 他们不能够领受 那些高喊和撒纳的人 似乎是有智慧的 欢迎基督荣尽圣城 但是最终高喊着定死他 定死他的人也是这一些人 他们有智慧吗 他们能够明白 耶稣基督口中所传讲的吗 对吧 那么在五旬节之前 在圣灵降临之前 耶稣基督也常常在这十二使徒面前 去宣讲上帝的道 对吧 当提到发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十二使徒不明白了 耶稣基督也斥责他们说 你们怎么还是不明白了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呢 他们虽然天天与主同住 他们虽然天天与主同行 他们虽然天天领受 从耶稣基督口中所出的生命的训会 但是他们却怎么样 全然不能够全然的明白 而当圣灵降临之后 五旬节之后 我们看到的这门徒怎么样 是全然不同的门徒 彼得敢于在公会当中放胆宣讲上帝的话语 十二使徒也分别借着他们在不同的处境当中 去宣讲上帝的话语 保罗更是深入 将自己的生死度外 全然的以福音为自己生命的标杆 他愿意更多人得救 不管得失与不得失 他都愿意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 去向众人宣讲上帝的福音 这是拥有上帝智慧的人 因为在他们的里面有什么 有圣灵的内住 所以无论是彼得 无论是保罗还是其他的使徒 我们看到的是他 首先他拥有的是一个可目上帝的心 也是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心 固然他们不明白 其次 他们里面有圣灵的充满 有圣灵的带领 有圣灵的恩赐 所以他们开始宣讲上帝的话语 以天国的福音为重 而将自己的生死度外 去宣讲天国的福音拯救世人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智慧 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内心 准备迎接圣灵 要清洁我们的内心 迎接这圣洁的灵 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其次 当我们敬虔在上帝的面前 可目在上帝的面前 追求在上帝面前的时候 神就赐下他的灵 来充满我们的内心 来让我们能够知晓天国的事 让我们能够知晓上帝的智慧 成为我们的智慧 这是第二个方面 那么最后一个方面 也是第三个方面 基督徒的智慧所带来的是 看透万事 在经文当中 第十五节 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 这是第三个方面 基督徒的智慧 看透万事 我们看第十五节 保罗说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看透了他 什么意思啊 保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精妙 基督徒的智慧 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 弟兄姐妹 我们刚才第二个方面 所指教的是 所分享的是 基督徒借着上帝的智慧 而来的智慧 能够知晓天国的事 能够知晓上帝的事 那么第三个方面 保罗所指出的是 基督徒的智慧 不仅仅能够知晓天上的智慧 天上的事 基督徒的智慧 也能够知晓世 世上的万事 这万事当中 不仅包括上帝的事 也包括世上的万事 这就是基督徒的智慧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 说我们好像基督徒 都是软弱的 都是没有智慧的 因为其实在圣经当中 从旧约到新约 这些跟随基督的人 似乎都是能力不足的 对吧 就是瞎眼的 瘸腿的 在世人看来 是不值得一提的 是被鄙视和小觑的 那一个穷乏的人群 包括基督自己 也是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 甚至在降生的时候 都没有自己的居所 乃是降生在了 卑微的马操当中 弟兄姐妹 这乃是上帝的智慧 但是我们借着上帝的智慧 其实也能够知晓万事 所以这是世人一直所追寻的 世人一直都希望 借着丰富的学识 借着自己聪明的智慧 能够揣测人心 能够预知未来 对吧 这是人在寻求智慧的过程当中 他的一个方向 就是希望能够把握明天 对吧 掌管明天 但是世人能不能呢 不可以 对不对 世人永远都不可以 即便今天我们的智慧 如此的爆发 但是我们仍旧不可以 看不透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 现在很多的一些 知识分子高学历的 可能在一些特殊的景况当中 特殊的环境之下 他们仍旧不晓得自己 所以有选择一些歧途的 有选择以一些特殊的方式 来对待自己的 精神抑郁的 对不对 很多很多 但是基督徒的智慧 看似是一些不起眼的人群 但是弟兄姐妹 上帝的恩典就在于此 让我们这些瞎眼的 瘸腿的 资历不够的 让我们这些被世人所遗弃和小觑的人 却借着圣灵 借着上帝的智慧 能够让我们知晓万事 得着众人 世上智慧的人所希望 能够得着的能力 如此怎么说呢 弟兄姐妹 就好比我们今天 面对一个事件的时候 世人所想的就是如何去解决 对吧 但是基督徒往往所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平和 所以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和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你们的选择非常的奇葩 非常的不可领遇 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不去往前迎 反倒常常是往后退 就像保罗 保罗所说 在面对腓立比教会的时候 保罗说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曾经有一位弟兄做过这样的见证 弟兄姐妹 在面对工作职位升迁的时候 有一个人呢 他的另外的一个同事和他 都是竞争这一个岗位的 非常有能力的 非常有可能的 那么另外一个同事呢 觉得应该更有把握一些 对吧 去迎合领导 去常常去抢着做事 去彰显自己 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位 这位弟兄呢 好像觉得 上帝必有预备 所以我没有必要 去刻意的怎样 我只是尽职 尽心尽力的 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 就可以了 至于是不是能够升迁 这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所以他还是缘分未动的 守本分去做自己的工作 所以他的同事们都会说 你看那个谁谁谁某某某 人家多么的抗进了 多么的上进了 一直都在不断的 去做其他的工作 你看你一只身不动 那你怎么能胜过人家呢 对吧 包括他自己的家人 也同样是这样的 非常非常不理解他的选择 但是最终 这位领导觉得 这位抗进的同事 你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以如此之有心计 那么面对其他的事情 是不是也会有如此之心计呢 让这个领导内心觉得 不太踏实 那么论能力而言 一目了然 我们主内的这位弟兄 他的能力 是不向上下的 甚至会更多的比 这个抗进的同事 更加的有能力 所以最终 这位升迁的职位 这个负责人的职位 就留给了安分守己的 这位基督徒的职员 这是这个未信主的 主外的领导 所做出的选择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是相信 耶和华以乐的人 神必有预备 我们是相信公义的神 我们是相信 神对我们的爱和忽悠的 所以我们常常 面对一些选择 面对环境的时候 基督徒所彰显出来的 常常是平静安稳 而不是急躁 而不是争夺 就像保罗所说 今天在主的里面 我知道怎样处丰富 我知道怎样去处饥饿 他说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随事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这秘诀是什么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所谓弟兄姐妹 今天的信仰 所带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我们面对 未来永生的智慧 今天的信仰 耶稣基督的训慧 和上帝的道 所带给我们的 也是我们面对 今天生活的智慧 今天我们之所以 基督徒不能够以财力 为我们的神 这是上帝的训慧 对不对 因为人会为财 怎么 而死 鸟为食亡 人为财死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上帝 用他的智慧的话语 告诉我们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我们为了得着 世上的祝福 而丧掉自己的生命 又有什么益处呢 当我们放眼神的永恒的时候 我们在世上的这几十年 就显得极其弱小了 那么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也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是选择享受这短短的七八十年的好处呢 还是愿意沉浸在上帝永恒无始无终的祝福当中呢 我们是愿意得享此事这短暂的享受呢 还是说我们愿意享受在无尽的刑法当中呢 对吧 一个但凡有智慧的人都不会选择长久的让自己处在地狱的心中 这是上帝所加给我们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的现实 也能够让我们有智慧分辨 我们应当抓住什么 应当舍弃什么 一个有智慧的人 就像我刚才所说 他绝不会选择只享受这短暂的七八十年 而放弃了永恒的祝福 因为他知道永恒要比这短暂的在世的七八十年 要长的久的多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里面所看到的 然而保罗也说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看透他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按着上帝的智慧面对属世的生活的时候 或许我们也会不被理解 这乃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属世界的智慧与属神的智慧 本就是相互分离 本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用属世的智慧 理解不了属神国的智慧 那么用属神的智慧呢 我们却能够明白 清楚地看到属世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是蒙了大恩的人 虽然我们能力有限 虽然我们当中就像圣经当中所描述的 我们都是极卑微的人 但是若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语 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来治理我们的日常生活 面对我们身边的人和事 我们就会被世人看出 这人的智慧真的是深不可测 因为上帝就是如此 没有人能够全然地窥探到上帝的旨意 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上帝 我们今天所能够领受到的上帝的智慧 也只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智慧 这就够我们用了 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今天属世的生活 也能够让我们明白我们未来属于天国的事情 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极有益处的 这也够我们得救的所需 而未来我们将要得着更大的智慧 看到更大的事 那是未来上帝要奖赏我们的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面对世界 我们不能够去以世上的现实来衡量我们自己 更不能用属世的智慧来面对我们的生活 因为我们本就是新造的人 我们本就是属天国的子民 耶稣基督说 我不是属这地的 我是属天国的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世上 不被接纳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耶稣基督正是为此而来 正是为要吸引这些属天国却活在地上的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出于上帝 都是属天国的人 只是有些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自己 预备好了我们里面的心灵 迎接圣洁之灵的内住 而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引导 就得着属天国的智慧 让我们明晰属天国的事 也让我们明晰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事 所以我们感恩 上帝从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地活出在天的荣耀 在地就拥有那至高无上的属天的智慧 我们来总结 在保罗的这一段劝勉当中 让我们看到基督徒智慧的三个方面 首先基督徒的智慧与世俗的智慧截然不同 千万不要用属世的智慧来体察天国的事 其次基督徒的智慧也需要圣灵的带领 必须由圣灵带领我们才能够明晰上帝的事 所以我们需要预备自己的心灵 领受圣灵的那种 最后基督徒的智慧不仅仅能够明晰天上的事 同样面对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生活 上帝的智慧也给予我们真切的指导 所以我们才说要遵行上帝的旨意 弟兄姐妹 遵行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说 你看上帝不怜悯我们 不连续我们 要让我们在地上活着 用那圣洁的智慧来处理地上的事情 弟兄姐妹 天国的智慧适用于地上的每一件事 所以我们才说 今天我们面对生活 什么才是最佳的选择呢 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 我们所做出的最正确无的选择 就是一定要遵照上帝的旨意 按着基督的训悔去面对世事 做出选择 你就会错 感谢主 所以今天我们借着上帝的智慧 看透万事 但是我们也要明晰的是 我们基督徒的智慧 或许也是有可能 是不被世人所认可和接纳的 就像保罗说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 但是呢 我们的里面 却是有基督的心了 所以弟兄姐妹 基督徒的智慧就是如此 与世不同 虚界圣灵 但是我们借着圣灵所体察到的上帝的智慧 也能够给我们智慧 去面对我们当下的生活 所以我们才当遵行上帝的话语 以上帝的真理来治理我们自己在地上的日子 好让我们在地活出 在天 在地就荣耀上帝 在地就彰显出在天的仰视 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三一的上帝 最后我们用诗篇107篇43节的经文 彼此来共灭 诗篇107篇43节经上如此记载说 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世上留心 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愿神祝福可慕他话语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荣耀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是的主啊 谢谢你在万人当中首先拣选了我们 谢谢你能够将那属天的智慧 白白的赏赐在我们的心间 主啊 就祈求主洗涤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的心眼能够得见主你的荣耀 就吸引我们尊主为大 也更是求主将你的话语 就深深的埋植在我们的心中 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向下扎根 向上就结出你所喜悦的果子 主啊 我们愿意将自己当作活迹 陷在你的面前 就求主带领我们的前路 更是将你那高尚的智慧 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活出满有智慧的人生 这样的祷告 愿主垂听 都是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圣名 阿们